近日 电视剧东宫正在热播中 在剧中李承鄞为了攻破西州 幻名故小五潜入西州 没想到最后却喜欢上了西州九公主小枫 小枫单纯可爱 和朝堂的女子不一样 西州的女子大多都是自由奔放 做起事来也坦坦荡荡 所以在看到李承鄞杀了自己的阿翁 破坏了自己的家园的时候 小枫果断的跳了望穿 想要忘记这一切事情 李承鄞是真心的爱小枫 所以立马也跳了下去 随后二人再次相见 却谁也不认识谁了 在最新的剧情中不见把小枫带到 那孔雀门被李承鄞发现 李承鄞不顾赵瑟瑟的阻扰非要去找小枫 后来赵瑟瑟被甩在了一边 此时的赵瑟瑟已经明白 李承鄞的真爱是小枫根本不是自己了 所以赵瑟瑟非常的伤心说 小枫你为什么要回来 后来李承鄞去找小枫 对小枫说自己一直以来爱的都是你 我原来宠爱赵瑟瑟完全在利用他 但是站在小枫的角度 在他看来他爱的就是赵瑟瑟 而最后却说是在利用赵瑟瑟作戏只是为了权利 反对来说爱自己 这谁会相信 难道不是在为了权利再利用自己 所以李承鄞真的是一个好帝王 却不配拥有爱情 小枫知道李承鄞爱他 可小枫爱的是草原上 愿意为他抓萤火虫的布小五 但眼前这个人熟悉又陌生 他的爱掺杂了太多权利欲望和尔语裸诈 李承鄞现在是五皇子 之后必定会为了皇位做更多难以理解的事情 所以小枫是绝对接受不了这样的人的 李承鄞的爱是一种可能 三年的时间小枫那么在乎 他怎么会感受不到 只是怪自己无法恨他 无法忘记灭族的仇恨 无法释怀曾经利用自己的布小五 他都感情去相信罢了 小枫死后 赵瑟瑟也被囚禁在了东宫里面 李承鄞晚年去看赵瑟瑟 却发现赵瑟瑟的房间里 仍有当初小枫传过的华福